大家早安啊 現在的時間是 九點五分 我們的行李 還在這邊 昨天晚上到家的時候 大概是十一點多 然後 我們行李可能就 這次應該收不完吧 因為明天要出門了 明天需要去日本啦 原本只有去四天 那後來因為機票 因為某種原因 所以就多訂了一天 好 那什麼原因就先不講 反正就是總共 也很謝謝找我們去日本的 那間公司啦 就是願意幫我們把 機票重訂 好 來先喝 咖啡好久沒有喝咖啡了 不是好久沒有喝家裡的咖啡了 不是好久沒有喝家裡的咖啡了 開個開個燈好了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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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各位聊 聊一下 大家看到沒有 這支穩定器 跟這支穩定器 我昨天啊 從星宇航空拿回我的穩定器 就是這支 這支 這支真的只用了 我看一下喔 這支是從星宇航空那邊拿回來 這支是我在 這支去巴黎島之前買的 這支去越南之前買的 結果我掉在 越南就是 縣港飛台北的星宇航空上面 那我分享一下這支 大約 星宇航空怎麼處理 反正就是 我到家以後 那次去越南嘛 我打開我的信 會比較清楚 就是比較不會 就把整個旗程 說得清楚一點 大概他們處理的程序 是什麼 打星宇航空 因為我們都是用 中間他有打電話給我啦 可是後來 我們都是用 書信 就是用mail mail來處理這件事情 星宇航空 不好意思 這個信要稍微找 一下下 馬上 星宇航空 怎麼會不見的呢 找到了 好 好 新立主 好 這邊是 星宇航空的 新立主寫信給我 可是這不是第一封信耶 沒關係 反正這封信 的日期是 6月47 呃 是2月5號 什麼6月多 6點43分啦 不好意思 是2月5號 那我 寫他們的客服 告訴他 呃 我的 穩定器不見了 是 這裡 齁 就是因為我是有處理 就是案件嘛 所以有記錄 是1月28號 所以現在上就是說 因為1月28號 那時候還是過年啦 而且他們剛開航 沒多久 比較忙 所以這次處理的速度 有稍微久一點 不過也還好了 一個禮拜 還好 那 主要 如果沒有要 最主要是因為我那時候急著要去巴厘島 我一定要有一支穩定器 我才買 我才趕快買 所以就變兩支 一樣的 那 呃 就是因為我這支穩定器啊 是掉在飛機上 所以 處理上也比較麻煩 就是 他2月6號的時候寫信給我 其實在那時候那一天他 幸運航空也很客氣 有打電話給我 最主要就是跟我講說 因為這支穩定器 跟我確認穩定器的 信號啦 然後跟我講說這支穩定器還在禁區 然後叫我寫信 不是寫信 就是叫我去填表格 他有寄兩個東西 就是因為 我看可不可以把它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就經驗 如果大家 我就是要填這個委託書啦 有沒有 就是委託 就是把 這一個穩定器 從管制區 拿到 外面來再寄給我 這樣子 所以要有一個委託書 然後我當時候我人在巴黎島 我就覺得很麻煩 我就說 我就說 我就說因為 我既然在管制區嘛 因為我要從巴黎島回來 就是在管制區 那我就自己去拿 他就說 好 沒有問題 可是幸運航空 他是在 一行下 就是 他的行李 的一些存放啊 就是 十五早零啊 什麼是在 一行下的 行李轉盤的 行李轉盤 在旁邊 所以我 嗯 昨天下飛機的時候 是在 二行下 那二行下到 一行下 當然 很多人其實 可能搞不清楚 機場的結構啦 那時候我就跟 他通電話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沒關係 我走 我從二行下 然後我再走到 一行下出來 那我就會經過 一行下的 行李轉盤 轉盤 所以 因為 其實 最早最早 其實機場 是 H的結構嘛 就是 一行下在中間 旁邊兩個 是 登機 就是登機口 然後後來 又變得 H的下面 又多了一槓 就變成 二行下 所以你出來以後 只要沿著H 走到E 就可以從一行下出來 原則上是這樣啦 然後後來我去 前後 他一直請我 我走到 星宇航空的櫃台 昨天運氣很好 因為剛好 飛機也停的 離一行下很近 然後我就走到 星宇航空的櫃台 跟他拿 前後很快 非常快 他就請我簽個名 這樣子而已 所以很謝謝 先回我的 穩定器 齁 我後來 我後來知道 我為什麼喜歡用這支穩定器 我真的 這次 有比較深的 體會是這樣子啦 跟各位簡單的 分享一下 其實智雲 Smooth Q2這支 是很麻煩的 因為 他要反裝嘛 因為他的結構是 正常的裝法是這樣子 齁 正常的裝法是這樣子 這樣子拿 齁 按鈕在這 最正常的 是這樣 可是這樣子啊 會 用廣角模式的時候 是會照到這支 所以我就變 我一定要反過來裝 就變成這樣子拿 然後 相機就要放在這裡 就是要這樣裝 就是要這樣裝 變成這樣 這樣子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樣子 壓迫 給別人的壓迫感 比較沒有那麼重 後來覺得是這樣 結果拿起來 是一個平平 就是體積感覺很小 那我拿另外一支 給各位看 這一支是 Roc Paki 他其實也很輕巧 可是他的裝法就是這樣 有沒有 你會覺得前面就多了一個 這一個 然後自己名那一支 就是這一個 會跑到後面 這個當然是比較好的結構 因為這個 你就不用反裝 他就 因為他的設計是 有沒有 就不一樣 他的設計是 有個斜角 他是用斜角 然後這個是一個直角 就是這一顆 就在這個的正前面 那 這一顆 在Vlog Paki的 就是有故意往右邊走 齁 所以他就可以閃掉 廣角鏡頭的問題 所以我後來還是喜歡用這一個 而且我覺得這個 真的拿起來的質感跟手感 真的比較好 我真的有嘗試用 Roc Paki這一支 齁 可是真的 就是不太 不太習慣 然後 我這邊還有一支 是這一支 這支 更不要講那個 DJI的 OSMO 的第三代了 因為第三代 那一支真的 非常的大支 很大支 所以我幾乎都沒有在用 所以後來我就一支 現在有兩支了 就變有備用了 再也不怕不見了 然後我第一支 我第一支的穩定器 其實我是 這已經是 買的第二支跟第三支了 我的第一支穩定器 其實是掉在美國的迪士尼樂園 不過那支 其實已經有點壞掉 是那支的按鈕 第一個壞掉的就是按鈕 就是因為我一直放在包包裡嘛 也沒有什麼保護 所以 那個按鈕啊 就不能按了 不過還是可以使用 還是可以使用 好啦原則上就是 就是這樣子 那今天早上 就是 這兩天啊 我比較care的新聞 應該就是空拍法的問題了 可是 因為很多人在罵 可是我還沒把 把很細的東西看得很清楚 只是我覺得其實 嗯 這一次啊 我很不喜歡 因為我們是自己是空拍的 喜歡空拍的人嘛 也用了很多空拍的畫面 在創作我們的創作 可是我覺得他這次的 做法實在是很不好 就是他直接規定幾個縣市可以飛 幾個縣市不可以飛 幾個縣市不可以飛 這是一個很 不負責任 又很 笨的 方法 因為其實空拍 嗯 比較 我比較能接受是說 你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 當然不能飛嘛 那你規定縣市 是不是 是什麼意思 就是變成說 我真的會很想麻髒話 我剛剛有真的 這晚上我想了很久 甚至想要把它拍成大頻道片 來跟大家來抗議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很不合理 非常不合理 嗯 怎麼講呢 因為 今天 假設南投可以飛 南投的鬧區啊 南 或是台東可以飛 整個台東可以飛 台東的鬧區 的人口密度 會比 新北市的郊區的人口密度 少嗎 大家只要想 這件事情就好 那新北市 台北市的郊區 它 人口密度 很多也是觀光景點啊 或是一些好山 尤其是新北市啦 好山好水 我覺得這些都可以用空拍 來去 讓 全世界知道 或是讓 因為我真的很想要做一段影片來罵這件事情 所以你怎麼會去規定 說 有些縣市不能飛 真的是 唉 算了不會講 呵 反正 應該是要比較像日本的做法啦 因為日本是直接有一個 人口的密度圖嘛 就是 有些密度可以飛 有些密度不可以飛 就是 不應該是用縣市吧 齁 這不合理嘛 這一下你都覺得說 那為什麼 那 那 那 我在台北市的人為什麼我就不行 為什麼 因為我 你在南投 你的市區人 沒有比較少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 政府應該是更清楚的去 畫清楚 就是 哪個地方是市區 哪個地方 欸 比較郊區可以飛 那如果以我住的這邊 也許我就可以到比較 到山上去飛 到海邊 到河堤去飛 就是 這樣才 可理嘛 那現在他只是用一個 他方便的做法 那可是這樣的做法會 第一 我覺得有兩個層面的影響啦 第一 第一個層面是說 你觀光的部分就會少很多 因為 我知道很多人 來台北市也會來空拍一下 現在都不會了 雖然台北市的空拍 飛起來都貼皮 我啦 這也是我之前想罵的一件事 然後 第二 第二件事情 就是說你整個空拍的 一個風氣一定會降低 當然 你對於整個這個產業 就是對這個產業是很沒有幫助的 或對一些年輕人啊 我喜歡 玩遙控飛行的 這部分 他都會直接就去影響到了 就在學校學習啊 或 學校有沒有開辦這個課程啊 整個通通影響 整個通影響 我覺得 其實在空拍的這個領域啊 第一領導品牌是 DJI 那當然 我覺得台灣可能很難 非常難 就是尤其法令規定這樣以後 會有一個 品牌可以再接近 DJI 基本上全世界已經有很難 有 品牌超過 大將啊 大陸大將 那這個規定只是讓整個 風氣 就是整個空拍的風氣 整個學習空拍的這個氣氛 降到最低一點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政府這次在 就是我自己感覺啦 就是在 防武漢肺炎這件事情做得不錯 可是在空拍法 這個已經 那麼久的東西 就公布出來 是這樣的東西 是很粗糙 又很無腦的 我真的這樣講 我想要拍一支 大一點的 可是要寫腳本啦 我看我的時間 能不能在今天完成 如果來不及也沒有關係啦 反正我也表達我出 表達出我的抗議 真的是 好啦 我錄到這邊了 各位早安 掰掰